凌晨时分公园湖心岛 年轻男子倒在血泊中 指纹比对 警方确定死者为刑满释放人 他曾因抢劫犯罪被判刑十年 一个未拨通的报警电话 指引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 正义的举动 双方各执一次 他的规定是认为是故意杀人 警方防卫 所以就不应该承担这个行为责任 湖心岛风波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7年5月30日早上5点半左右 湖南省株洲市河塘警方接到群众报警 乘在东湖公园湖心岛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者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 躺在公园不倒旁的草丛中 尸体旁有一些点滴状的血迹 顺着血迹 警方在距离尸体大约十米左右的一个树吨旁 发现了一副白色耳机 一根未点燃的香烟以及一个打火机 在不远处还有一个长条形的塑料包装袋 尸体左手边不远处有一把带血的菜刀 应该跟案件有关 死者 尸表 尸有锐气伤 然后我们的法医现场给他初步的结论 定性于这个死者死于非命 属于他伤 勘查过程中 一串血迹沿着公园延伸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顺着血迹进行追查 发现这串血迹消失在湖边 警方扩大了搜寻范围 发现在另一侧的岸边又出现了血迹 经过警犬的追踪 发现血迹最终消失在附近的一条人行道上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进入说访 现场提取血迹的DNA鉴定显示 其中一部分血迹是死者留下的 而低落的血迹则属于另一名男子 他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这就意味着在案发的时候 死者与凶手之间似乎有过打斗 那么凶手是谁 他又是死是活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专案组缤纷多禄同步展开了调查 一组民警对现场进行详细勘查 一组侦察员调阅现场视频 另一组办案人员则对现场附近进行走访 第一个就要确认死者的失约 就是这个死者是谁 叫上名字 哪里人 他的社会关系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确定死者身份 进而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应该就能尽快确定案件性质 锁定犯罪嫌疑人 可是在整个勘查过程中 警方没有获取任何 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在调取现场的视频资料过程中 民警们也一无所获 整个这个湖心岛 它是处于整个公园的一个中心 然后整个现场的周边 也是没有监控的 调查走访组的民警 围绕案发地附近展开工作 也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案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 那么理想的条件 因为缺乏直接有效的证据 刚开始案件的侦查并不顺利 经过对尸体的勘验 法医确定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发现尸体的 约五到六个小时之前 警方由此推断出案发的时间 大概是年轻一点多左右 在尸体过程中 警方提取被害人的指纹 输入指纹库中进行比对 有了意外收获 此身份叫善伯华 他是1988年出生 然后是我们湖南优先人 然后在我们确认他身份之前 他是前两个月才放出来的 这份盖有长沙监狱印章的 释放证明显示 善伯华出生于1988年 2017年2月3日 他因服刑期满而被释放 法医在对尸体解剖过程中 确定了死者的致命伤位于右背部 是类似于水果刀之类的 单刃锐气刺伤肺部 导致死者失血性休克死亡 显然 现场遗留的那把菜刀 是无法形成这样的伤口的 死者的手上也有几处刀伤 像是在搏斗中形成的 民警在现场附近找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类似的作案工具 进一步勘验 民警发现 菜刀伤的血迹属于死者和另一名男子 跟现场滴落的血迹DNA吻合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临死之前 与犯罪嫌疑人有过一番泄斗 为什么身上会有打到的痕迹 跟谁打的 随即警方联系上了善伯华的家人 得这噩耗之后 善伯华的父亲立即从珠州优县老家 赶到珠州市殡仪馆 他一眼就认出 死者就是自己的小儿子善伯华 找个老去的就把他杀死了 推断 我晓得就是杀你面可 这里就是善伯华 位于珠州市优县的老家 照片中的小伙子就是善伯华 去世这年他还未满29岁 据他的父亲介绍 善伯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善伯华的父亲说 儿子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回家 也没有跟家人联系过 哪成想再次获知有关他的消息 却是珠州市公安局 河塘分局刑警大队民警 带来的死讯 家人之所以怀疑儿子 是被人蓄意谋害 跟老父亲之前去监狱 看望善伯华时 听到的一个消息有关 就像杀你面可 他就说你半个话 善伯华的父亲说 在一次探监的过程中 他听到儿子说 自己似乎得罪了什么人 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果然出狱才三个来月 善伯华就丢了性命 而且在更早的时候 善伯华曾说过 他出狱之后 很快就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引起了老父亲的怀疑 善伯华的父亲回忆 当时在探监过程中 身边就站着监狱民警 因此儿子说话 总是欲言又止 尽管他并没有提到 毒品这样的字眼 但是老父亲觉得 家里以种田和在外打零工 维持生活 儿子学历不高 很早就进入社会 他从哪里去弄 这么大一笔钱呢 思来想去 善伯华的父亲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 儿子的离世绝对不简单 后来家里人聘请了律师 希望讨个说法 可能为什么事发生 有矛盾 有纠纷 然后再互相或者动手 根据善伯华之前的反常表现 他的家人推断 他入狱之前很可能 就在干着贩毒的不法够当 这才丢了性命 这位警方下一步的侦查 提供了方向 于是民警围绕 善伯华的社会关系 以及出狱前后的活动情况 展开了全面排查 希望从中能有所发现 那么案发当晚 于善伯华激烈打斗的人 究竟是谁 他很有可能 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家属怀疑死者曾遭人谋害 提掉你 就不是求黑 他是别人 肯定请他来的 卖饭来的 一个未被接通的报警电话 警方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 习主 这是新名叫做黄文辉 是我们湖南一样原疆人 胡青岛风波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民警再次询问了死者的家属 想从他们这里了解善伯华 平时跟哪些人有来往 但是家人们对于善伯华的近况 了解的并不多 在善伯华的父亲看来 小的时候 儿子善伯华还是乖巧懂事的 16岁那年 去株洲读技巧之后 儿子似乎就变了个人 花钱也大手大脚 有一次 瞒着家人偷走了家里的 三千元现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善伯华的行为越来越出格 2008年 也就是20岁这年 善伯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造成他没有人管 然后就是在之前 有多次的持刀抢劫 这是当年的判决书 法院审理查明 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期间 被告人善伯华 单独或伙同同案犯 多次持刀抢劫他人财物 被告人善伯华 持刀抢劫三次 价值供给3825元 因为抢劫判刑10年 随后 善伯华被分配到长沙监狱服刑 为了弄清楚善伯华 在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 和人际交往等情况 民警随即赶到监狱 进行了一番调查 包括他曾经服刑过的 他的同监制的监友 对他这个人的行为特征的描述 基本上没有交集圈子 没有朋友 民警在监狱调查时 无论是管教民警 还是接触过他的育友都说 服刑期间 善伯华性格孤僻 既没有朋友 也没什么仇人 看不出来他得罪过什么人 善伯华的刑期 原本是从2010年6月4日起 至2020年6月3日至 但在服刑期间 曾经获得过两次减刑 这份裁定书上记载 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9个月 这是2016年的第二份减刑裁定 因为同样的理由 法院裁定对善伯华 减去有期徒刑一年7个月 刑期也因此缩短到 2017年2月3日 刑期间以后 也没有回到过优先老家 跟家里没接触 那么从监狱出来以后 善伯华又去了哪里呢 办案民警随即又对 善伯华出狱之后的 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 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埃至那个中心现场 不远的一个两棺的地方 我们一个高架桥下面 他就住在那个洞子里面 然后那里面住的都是些流浪汉 调查发现 从长沙监狱出来以后 善伯华又回到了诸州 可让人费解的是 他宁肯在外流浪 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中 那么善伯华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的去世 如今已经无从搞证 不过 在案发周边的多家网吧内 民警发现了善伯华的活动轨迹 平常就在网吧里面打打游戏了 上上网了 在善伯华的父亲看来 儿子出狱之后没多久就丢了性命 这不能不让人生意 他是别人 肯定请他来的卖饭来的 死者善伯华的父亲提出 这个善伯华的死因 可能是因为他在服刑之前 可能跟贩毒鸡堂 那么善伯华会不会是瞒着家人 在干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呢 会不会如他的父亲猜测的那样 因为跟毒品有牵连 而招来杀身之祸呢 这成了警方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 善伯华他的这个成人的履历 包括他后面的生活交往 是根本没有跟这些西方毒人员 有任何来往的 所以在这一块他父亲的讲话 就是不成立的 一番调查下来 从死者善伯华的社会关系中 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对象 那么这起案件究竟该如何定性 案件下一步的侦查 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呢 在随后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 对于案件的性质 专案组的民警们 有着不同的看法 前人作案的动机 我们就不得而知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前期我们整个专案组 还是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 既然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发现 警方决定调整侦查思路 从寻找犯罪嫌疑人方面寻找突破口 这是湖心岛的平面图 这三座桥是进入现场的通道 尽管岛上没有安装任何治安探头 但附近的一些商铺安装了民用监控 通过调取民用监控画面 民警发现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案发时间段出现在现场 这名男子出现的地方 原本是一段栏杆 没有路 他为何深夜从湖中上岸 警方觉得该男子有些可疑 遗憾的是这段画面十分模糊 现场的照明条件不好 因此民警并不能清晰地 看清楚他的样子 为了确定视频中可疑男子的身高 民警做了一个侦查实验 就在这个时候 民警对案发当天晚上的报警记录 进行了排查 发现有一个电话拨打了110 但电话没有接通 那么他会不会是现场的目击者 或者跟案件有关的人呢 警方决定找到这个 拨打报警电话的人 调查发现 黄文辉就住住在案发地附近的一处民房内 警方决定找到他 可是当民警赶到出租屋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不在房子里 让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屋子里有一件带血的衣服 经过DNA检测 血衣上的血迹 跟菜刀上的血迹 和现场那串滴落血迹 属于同一个人 种种迹象表明 黄文辉正是警方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2017年6月5日 也就是案发之后的第6天 在黄文辉的老家 湖南省原江县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黄文辉控制 并带回了湖南诸州 经过一番调查 诸州河塘警方 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黄文辉 就是案发当案 与死者单薄华打斗的人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案发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原因 让两人深夜在公园里打斗呢 如今 单薄华已经去世 这些疑问 只能由黄文辉来解答了 案发当晚 两个年轻人 因何起了纷争 突然就出现一个人 使着刀 比如他 要抢他的手机 黑暗中 他拿刀自卫 真的他就没法看了 就倒好像倒一样的 就是好像灯下去了一样的 湖心岛风波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里是东湖公园 当地人称石子湖公园 公园不收门票 也没有围墙 因为路灯不多 到了晚上 这里光照条件不好 每年夏天 当夜幕降临之后 公园里摆摊的 乘凉的 散步的跳广场舞的市民 络绎不绝 2017年5月30日 也就是案发当天凌晨 在这棵树下 坐着一个年轻人 此人正是黄文辉 当时晚上我就住在这里 乘凉嘛 家里太累了 乘凉到这里玩手机 就在这躺着 这里玩手机 黄文辉说 自己租住的房屋 距离东湖公园 大约一公里左右 2017年5月30日 凌晨零点过后 他独自一人来到公园乘凉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公园的湖心岛 当时他就坐在这个树墩下 玩手机 并戴着耳机听着歌 零点过后 公园里没什么人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身后突然冲出一名男子 将他吓得不轻 黄文辉打着绷带的手 是因为前不久摔伤的 跟这起案件没有关系 这是黄文辉到案以后 民警对他受伤的时候 取证时拍摄的照片 照片显示 他的右手上有两处 约两厘米的刀伤 左手上也有三处伤痕 经过伤情鉴定 认定黄文辉的伤为轻微伤 对于当晚发生的搏斗 黄文辉是这么说的 黄文辉回忆到当时对方气势汹汹 但这个人他并不认识 他们对方干什么 这名男子只说了三个字 要手机 黄文辉他当时的生活的 状态也比较拮据 手机可能也是他仅存的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对他来说也比较重要 这就是黄文辉当时拿着的手机 价值在两千元左右 黄文辉说 自己只有小学文化 平时在株洲靠摆流动水果摊为生 收入不高并且不稳定 所以他把手机砍得很重 在拉扯的过程中 原本坐着的黄文辉顺势站了起来 或许是护着手机的行为激怒了对方 黄文辉感觉对方的菜刀 好像对着自己的头部看来 慌忙中他本能地挥手挡刀 在这个过程中 手上又挨了两刀 但对方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按照黄文辉的说法 他当时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防身 慌乱之中捅在对方的背部 但具体哪个部位因为当时很黑 他没有看清 他中了你这刀以后 真的他就没反抗了 就好像倒一样的 就是好像蹲下去了一样的 就蹲下去了 对 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呢 我就跑了 我就逃跑了 我怕他又反过我了 此时黄文辉已经顾不上多想 只想赶紧离开现场 因为那个人比他高大 比他高大 他怕那个人再追过来 然后他就 因为他是原浆的 他水性很好 所以他跳到湖里面 就逃跑 就跑了 跑到对岸才爬上来 就从那个位置上来的 上来之后呢 那个位置 上来之后 上来之后就爬上来就 做实地跑 就往这个路 往这个路上 这里都是路上都是雪 黄文辉说 水果刀是自己随身携带 用于防身的 后来逃离现场的过程中 他还一直拿着 可是从湖里游上岸的时候 水果刀已经不见了 我们技术人员 就是坐了一个船 然后用那个磁铁 对这个地方 这个他手描述的位置 我们进行了打捞 但是我们没有打捞的 这把刀子 黄文辉陈述 上岸之后 他翻过这座桥之后 仍害怕对方会继续追过来 砍杀自己 于是他第二次跳到了湖中 游到对岸 他觉得自己从小在原浆边长大 水性很好 对方应该追不上自己 就在黄文辉游上岸的时候 他的身影 被附近一家餐馆的摄像头 记录了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 黄文辉想把自己刚刚遭遇的一切 打电话报警 可是因为手机被水浸泡了 无法开机 回到出租屋后 黄文辉还是想方设法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后来警方也正式通过 这通未接通的电话 找到了他 我那个手机什么情况 就是不想几下 他就自动 自动就是这样 这样关了 因为手机故障 黄文辉没能与警方取得联系 但经过惊魂一夜 他有些疲惫 一觉睡到上午十点 起来之后 黄文辉在附近群众的口中得知了 公园里有人去世的消息 经过详细询问 黄文辉确定了出事的地点 正是自己昨晚呆的 东虎公园湖心岛 他这才进一步肯定 此事很可能跟自己有关 联想到昨晚经历的这一切 黄文辉越想越怕 假如树的话 我疼死了 他说我怎么办 黄文辉说 自己文化程度低 对于法律他懂得不多 但从小父母教导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因此他觉得自己摊上大事了 由于不敢面对 黄文辉从株州 逃回自己的老家 易阳市原江县 直到被警方控制 随后他被带回了 株州接受调查 我现在后果自己完蛋了 那时候的法律就是 什么残名啊什么的 按照黄文辉对法律的认识 他觉得自己杀人了 很可能要偿命 那么黄文辉的行为 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评价呢 下面我们来听听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陈玄教授的看法 黄文辉的行为啊 他是否构成犯罪 这个实际上 他是取决于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他本人的一种看法 那么从形式上来讲 黄文辉呢 他是实施了 持这个水果刀 去捅刺善伯华 导致其死亡 那么这样一个行为啊 似乎他是符合 刑法第232条 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的 但是呢 根据现在 我们所查明的证据来看 我们认为就是 黄文辉的这个行为 实际上他是符合 特殊防卫权的规定 那么在认定正当防卫中 防卫限度应当如何确定呢 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 他可能特别需要 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不能够认为 只要是防卫行为 造成了对方不法侵害人 重伤死亡的 就应该一律地认定为 防卫过当 因为我们的法律 规定得非常的明确 首先你先得看 这个防卫的手段 或者是措施 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只有在确认 这个防卫手段 已经过当的情况下 如果他又进一步地 造成了不法侵害人 重伤死亡后果的 我们才能认定 这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防卫过当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为 防卫行为所采取的 这个措施 或者说他所使用的 这种强度啊 必须要和不法侵害的强度 保持严格的一致 或者是对等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判断 这个防卫行为 有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时候 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站在行为当时的条件之下 这种防卫措施 究竟是不是 为及时有效的制止 不法侵害 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啊 站在行为当时的情境之下 设身处地地去考虑 行为人 也就是防卫人 他所采取的这种防卫手段 究竟 是不是在当时条件下 最小的一种手段 有没有 更为和缓的 危险性更小 同时呢 又能够 及时有效的 制止住不法侵害的 这种其他的手段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这种行为可能 它就是已经超过必要限度 但是如果没有 那就说明 行为人所采取的这种防卫手段 就是在当时条件下 唯一有效的防卫措施了 所以呢 我想啊 就是在判断 这个防卫限度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是非常多样的 你比如说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 侵害行为 它的强度 危险性 如果说 这种侵害行为 它表现为一种 严重的 暴力袭击的话 那么当然 法律就应该允许 这个防卫人采取相对来说 强度更大的防卫手段 在认定黄文辉的行为上 不仅被害的 单薄华这一方 与黄文辉这一方的意见相左 就连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 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接下来 两年多的时间里 黄文辉就如同坐上了 人生的过山车 经历着大起大落 那么黄文辉最终会迎来 怎样的命运呢 给您明天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